2020年1月13日美国电影艺术与科学学院宣布,2020年奥斯卡奖入围名单,最受关注的最佳影片奖,Netflix出品的爱尔兰人,The Irishman,和婚姻故事,Marriage Story,同时入围,处于有利位置。 但是,Netflix也非常有希望在2020年拿下最重要的奥斯卡奖。 随着串流媒体业务发展,Netflix大规模投资原创电影内容,已成全球发行量最大的电影制作公司,但从未获得电影产业最重要的奖项,奥斯卡最佳影片。 2020年奥斯卡最佳影片奖入围名单,Netflix首度有两部影片入围,分别是爱尔兰人和婚姻故事,和其他,七部影片竞争。 2019年,Netflix评罗马,Roma,入围奥斯卡最佳影片提名,也是为最有机会获奖的影片,蓝K败给黄球影业出品的幸福绿皮书,Green Book,结果表明Netflix在电影产业的竞争,虽然数量超越传统电影制作公司,但代表影响力和品质的专业账向竞争仍然面临巨大挑战。 2020年金球奖,Netflix出品影片总计获得,17项提名,入围最佳影片,最佳男主角,最佳女主角等多个重要奖项,最终只收获最佳女配角奖。 金球奖视为奥斯卡风向球,对后者的结果拥有影响力。 Netflix在2020年奥斯卡评选共计入围,24项提名,爱尔兰人就获得,10项提名。 获提名的数量持续提升也表明好莱坞对Netflix出品的电影的态度在好转,串流媒体平台的内容在传统电影产业受到更多欢迎。 之前曾有多位居民电影人士对 臣语带会议刧报应当座带会议划以资讯入图例的行动。 Gospel客议划以同。